第一隻恆大物業 九個半有貨 有少少賬面虧損 這件事嚴格來說也不算好笑 都超過一成幾兩成了 有型起 會有型起媽 可回家鄉媽 九個半 現在最新七個爐九 七個爐九都遠離了 會不會回家鄉呢? 未知不可能 但要等一等 因為技術上暫時 尤其是今天 今天一穿 今天一枝陰燭 以這個價格來計算 現在差不多收市了 四點鐘就差不多 四點鐘就快正式收市了 七個爐九穿了前浪底 前浪底八個一號四 換言之 它仍然是高點一浪低一浪 低點也是一浪低一浪 中線的走勢仍然弱 並未出現好轉的跡象 回家鄉 仍然未見到 會走出回家鄉的跡象 短期內仍然是要吵架 你會不會彈呢? 要等它 暫時看不到彈的 尤其是今天跌下去成交是比較大的 那 回家鄉的情況 RSI今天好在跌到30以下 叫做超賣 但是股價的事 30其實叫做超賣 是第一步 如果跌浪真的厲害的話 很多時候30以下都未夠 可能再低一點 當然不想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是客觀點說 現在去這樣的情況 去到這些位置 今天穿了一個前浪底 走勢仍然向下 可能性是大概向上 要等它出現一個轉勢訊號 或者一個見底訊號 才可以知道會不會返回家鄉 你看至於周線圖 都是這樣的情況 重要的低位就是這裏 看7個去到下市 重要的低位 7.3、7.4左右 能否守得到 守得到還有機會反彈 到時反彈 是不是有機會從上賣入價呢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就要等下 短期內 要等它再向下市 看7.4能否守得到 守得到才有機會反彈 到時才可望 看看有沒有上方 因為它還要阻力的位置 當然了 這個位置是其中一個 到時 8.14左右 重要的阻力位 其中一個 7.84 對不起 另一個重要的位置是10.3 換言之 彈一穿回前浪的底阻力 這樣也有機會再彈高一點 因為彈穿了這位 向上的另一個阻力 已經達到10.3 換言之 也有機會回家鄉 但是仍然等待 暫時不敢說 就立即一定到 這個呢 還要等待 還要觀察 2171 31.3 平均價 李先生問 還有沒有空間 那 若葉股今天就 帥氣一點 因為 剛才說了 早一陣子就很弱的了 全部都紅了 但是今天 若明身為有型氣 令到這類股份 都 順勢做好一點 那這股有否上升空間呢 起碼 你看走勢 這股是不錯的 不算差的 因為它一直在上升 而也可以畫一條 趨勢線 以前畫都不算漂亮 再畫一條